大家好,我是哲瑋 我們先感謝剛才的榜白比林 比林今天其實也會來到現場 所以待會也會聽到一模一樣的聲音 我就很快地介紹 待會也就開始所謂上午的提案時間 今天是GNV第62次的帶我去月球黑客松 這次的黑客松蠻特別的 一來是說我們其實有一個傳統 就是請大家來命名這個黑客松 所以這個Armos就有提到說7月20 那這個1969年是人類首次登陸月球 那他還查到在1976年 又是人造物首次登陸火星 那跟黑客松的關係呢 就是這三個地方都有很多的坑 有的在月球上,有的在火星上 然後我們現在在這裡 所以這個是命名 所以下一次如果你想要針對9月11月 或者明年 你都可以到我們的共鳴 我們會徵求大家來冠名這個大松的名稱 那剛才在比林的新手介紹裡面有提到 我們有一個臨時政府的宣言 有描述這樣的一個社群的文化 大家也可以做參考 那很快介紹一下社群 除了我們兩個月辦一次的黑客松之外 當然貢獻者 我們剛才講的這個坑呢 也是很多的專案的意思 所以這個社群有很多的專案 那有很多的貢獻者 那我們透過兩個月一次 甚至在兩個月之間有一些小型的 可能20個人到30個人的小松的活動 那這些成果都是open source 所以是開源 所以對於新的專案呢 它有一個開源的基礎可以去使用 那這邊就比較想列舉了一些過往 從2012年開始做的專案們 那還蠻多的 那還有一些更多的細節 大家都可以再去瀏覽 那因為很多嘛 所以我們總是提供一些查詢的架構 例如說最近立法院的議題 或是甚至監察院的政治獻金的議題也做了很久 所以我們有一個共憑是用這個 我們憲政的五院架構來放望看我們 各自的專案來對應到哪一個 五院或者是行政院 甚至是縣市的議會 這是一種查法 或者說你比較關心的是社會影響力 那我們會採用SDGS這個永續的發展目標 來把我們一些專案它的特點 把它做一些標記 你也可以從影響力的類別來做查詢 所以我們秉持的是開源的 行動主義跟公民精神來做各式各樣的議題專案 那黑客松這一次呢 過往都是 像剛才大家有在報導的部分 或者看到蠻多一些志工在幫忙 所以歷年我們會徵求大松小幫手 在現場來協助場務的進行 或者像今天的直播等等的一些工作 所以以上是從2012年開始到現在 每一次的黑客松的大松的貢獻者的名單 來感謝這些個人以及還蠻多的專案單位的一些合作 那另外也感謝就是GNV目前也有定期訂額的募款進行中 那我們目前有76位的定期訂額捐款人 來感謝他們的贊助 那當然也有蠻多的是單次的捐款跟捐款單位 那目前還在熱烈的招募中 我們今年度的缺口需要每個月100元的定期訂額還需要200位 這是今年度的缺口 所以如果大家可以考慮一下支持一下GNV的社群 那這個基金在剛才的介紹裡面 其實會用於整個黑客松的 包含線上跟實體的活動的支出 所以這12年來我想蠻多的專案跟經驗 在台灣社會有累積起來 所以如果想要延續這樣的一個行動 也歡迎大家來捐款 那今天就有一個單位 它是用大松之友的名義 是一個贊助大松活動的一個方案 那是叫台灣資訊環境研究中心IORG 那IORG它也是一個縮頭字 是跟資訊相關的一個組織名稱 那IORG是2019年成立的一個公益組織 它透過研究教育公眾溝通 致力於用資料科學做什麼呢 資訊環境 所以是對於國際社會 對於華語資訊環境的一些研究 而且去做出一些資訊流的分析跟判斷 那它有一個官網 官方的網頁 你可以在上面查到它 針對一些實事性的議題 或比較關鍵的資訊性質的議題 做一些分析 那它也會把它的分析內容都釋出給大家 所以你也看到它怎麼做一些分析跟探討 那它的官網都蠻多的它的研究成果 所以今天感謝IORG的贊助 好 那我的這邊開場介紹就先到這邊 那接下來會進到是由TED來協助主持 整個提案的活動過程 謝謝 谢谢大家